你好 一个陈先生订的包厢 烛光晚餐吗 我这么多年 都没有吃过烛光晚餐 对 点上碗 我来点吧 对 让陈老师表现一下 快点吧 把菜拿来 我们快点菜吧 什么 我独自饿咯 来 来吧 说点啥菜 说你成功 说你成功 这很明显 什么成功 一定要成功 我很看好你 腰肉串 来一个呗 你尝一个 还可以 你看那个 对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蜡烛拿走了 对 为什么 不是 都流成那样了 不要去掉 不要去掉 不去 多好看啊 你看这个蜡油 滴的 滴几千堆雪 这种蜡热 这种热光晚餐 或者什么的 点蜡烛 都是老外才有吧 中国人也一样 那个时候没有灯 你晚上吃饭 必须得点蜡烛 什么不点蜡烛 都吃到鼻子里去了 但是后来我们有了电 有了灯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象征了 它就象征着 比如说很浪漫 你只是用它来就是装点气氛 就跟这花什么的一样 没有这些咱们一样可以吃饭 那中国式的浪漫呢 如果说是吃饭的话 应该是摆点啥弄点啥呢 中国式的浪漫 我们吃饭的时候都不讲究浪漫 咱们主要是为了吃菜 咱们主要是为了吃菜 你说结婚就是 你不是想吃这个吗 快 我心中的五月蛋汤对吧 你尝尝 我先给你再来点吧 我先给你再来点吧 你帮我剥它为我 又为了嘴脸 包括我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一起 然后呢在这儿共度几天这个时光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你在思考你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的这个爱人 你自己的这个家庭 找到合适的人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彼此在一起的这个宽容 包容 就有些事情就别再往上红火了 就差不多咱们搁上一步 给个台阶一下去就完了 我很宽容 表扬表扬 还是要以表扬和鼓励为主 其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真的 有很多很多的小毛病 是我不喜欢的 有的时候就幼稚的可怕 就跑这儿来了 调片 但是他也有对你照顾的更好的时候 对你百般爱护的时候 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幸福 幸福就是包含这些所有的东西 家庭生活里就不要那么较真 但是较真大家彼此都不好说 没有就不是酸甜苦辣 没有这些东西 你也不可能感受什么叫幸福 天空是黑的 但鱼是白的 来 诞生啊 诞生 诞生他爸呀 诞生他妈 去并念一段吧 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 不过两三百万年 便如此深刻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 每一代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更比一代强 你这样好像个白雪公主 我们关上窗帘睡觉吧 好吧 讨厌 想不到我都四十多岁了 还要再来个小的 那多好 你都五十了 我还没到呢 我还没有到呢 有没有一点想我们客船团 如果没有这么不方便的话 肯定就登山了 就特别好玩 挺美好的 我就觉得唯一的遗憾就是 没有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冬天 白雪茫茫住在屯子里 我觉得肯定特别好 河山屯有三户人家 汪家 陈家 还有江家 想起来还挺令人 躺上心惆怅的 好 河河 那你睡吧 晚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音乐 音乐 音乐